第六章 新电线 新逻辑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比它更严密的为位之所包裹 整个设备的完美对称性 电话线居其中 电话机分两端 电话机上更有两人烙家常 即便对于一个纯粹的数学家来说 也可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詹姆斯 克拉克 麦克斯维 1878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一个好奇心中的乡下小孩或许自然而然 会对通过电线发送讯息产生浓厚兴趣 成长于密歇根州盖洛德镇的克劳德 相浓就是如此 他每天都能见到电线 不过他们是用来圈户牧场的刺铁丝护栏网 由两股钢丝绞成 并带有刀刺 从一根桩子连到另一根桩子 他会讨来他所能讨到的一切零件 临时架设起自己的铁丝网电报 向半英里外的另一个小男孩发送讯息 他使用的是塞缪尔·摩尔斯设计的编码 这很让他注意 他喜欢利用编码来发送讯息的主意 不仅仅是密码 还有一般意义上的编码 即用一些字词和符号 来代表另一些字词和符号 香浓有着一颗爱发明 爱玩耍的心 成年之后也依然保持着那份童真 终其一生 他都在玩游戏和发明游戏 他爱摆弄各种小机械和小装置 长大后的他经于抛球杂技 甚至还为此提出了一个抛球定理 当麻省理工学院或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们 左躲右闪为一辆独轮车让路时 那骑车的必定是香浓 除了格外爱玩 他的童年却也分外孤独 这两点 再加上他摆弄物件的天赋 促成了他的铁丝网电报 当时的盖洛德镇人烟稀少 不过几条街道和少许店铺 被淹没在密歇根下半岛北部的广袤农地当中 从这里开始 次铁丝护栏网的踪迹一直往西蔓延 越过平原和大草原 直至洛基山脉 到处催生着工业财富 尽管这项技术在所谓电气时代的种种新奇事物中 并不显得特别光鲜亮丽 自从1874年 一个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主 取得了157214号美国专利 一种对铁丝护栏网的 有价值的新型改进 开始 对于该项技术专利权的争夺日趋激烈 官司甚至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 而与此同时 铁丝网得到了广泛应用 用来界定私人领地 以及在公共牧场中圈地 在高峰期 美国的农场主 牧场主 以及铁路公司 一年的铁丝网链设量 超过了100万英里之多 从整体上看 全国的铁丝网购 不成一个网络 只不过是彼此断开的一个个点阵 毕竟他们的本意 是隔离而非连接 除此之外 即便在干燥的天气下 这些铁丝也是糟糕的导电体 但铁丝毕竟是铁丝 克劳德 香农并非第一个发现 这种广泛分布的点阵 有潜力作为通信网格的人 生活在偏远地区的 数以千计的农场主 也想到了这一点 他们不愿做等电话公司 从城市出来 于是决定 自己组建铁丝网通信合作社 他们把固定铁丝的金属 优形钉换成了绝缘的夹子 往铁丝网中 添加了干电池和通话筒 并用额外的铁丝 把断除连接起来 1895年下 纽约时报曾报道 毫无疑问 大量简陋但有效的电话设施 正在源源不断地兴建起来 比方说 南达科他州的一些农场主 自己架设了一套 有8英里长线路的电话系统 他们自己安装了电话送话器 并借助当地用作护栏的 刺铁丝网抵此连接 记者进而评论道 可供亿万普通民众 廉价使用的电话 已经指日可待 这个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 至于这种印象 是否占得住脚 则还是一个疑问 显然 人们期待着能够相互联络 即便是那些素来痛恨各种护栏 以为他们使公共牧场 变得支离破碎的养牛厂场主 现在也拿起了听筒 从中听取市场报价 天气预报 或仅仅是线路上的滋滋声 这些人声衰弱变形后的声响 也别是一番新奇 电报 电话 和无线电广播 三股巨大的电信浪潮 依次汹涌而来 人们开始觉得 理所当然要拥有 专门用于收发讯息的各种设备 而这些设备 也改变了社会的拓扑结构 他们拆分 重组了社会结构 并在原来的空白处 增设了网关和枢纽 早在20世纪一时 就有人开始担忧 他们会对社会行为 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 据纽约时报的前述报道 威斯康星州电话线路的负责人 就头疼于欧克莱尔镇 和齐破瓦福尔斯镇的年轻男女通过 电话线路没完没了的谈情说爱 他说道 这种通过电话线路 免费调情的做法 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如果他们还想这样继续下去 那么他们就得付钱 贝尔公司也试图阻止无聊的通话 特别是妇女和仆人当中的闲谈 不用给电话公司交钱的 农场主之间的通信合作社 则更为自由 这种合作社最晚一直延续 到了20世纪20年代 蒙大拿东部线路电话协会 共8名成员通过自己的电话网络 传递最新的新闻报道 因为他们还拥有一台无线电 毫无疑问 孩子们也想参与到这种游戏中去 克劳德 埃尔伍德 香农 生于1916年 得到了个与他父亲相同的名字 克劳德的父亲 是个自己奋斗成功的商人 经营家具 不动产 承办各项活动 还曾担任过一主检验法官 克劳德出生时他已人到中眠 克劳德的祖父是个农场主 他发明过一种洗衣机 由一个防水桶 一根木制地和一个活塞组合而成 克劳德的母亲 梅布尔 凯瑟琳 沃尔夫 Mabel Catherine Wolff 德国移民之女 是位语言教师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校长 克劳德的姐姐 凯瑟琳 沃尔夫 香农 金甲虫中的主人公 通过破解写在羊体纸上的密码 找到了埋藏的宝藏 艾伦 颇给出了一串数字和符号 在骷髅头和山羊之间 潦草写着如下红色符号 533056 4826 4806 48860 并带着读者细细梳理了 这个密码的构造和破解过程 他的主人公宣称 环境的影响 加上某种心智倾向 使我对这类谜语产生了兴趣 显然 这会让有着类似 心智倾向的读者兴奋不已 虽然密码的破解 只因主人公找到了宝藏 但没有读者会在乎那些基因财宝 真正让他们兴奋的是编码 因其神秘和变化 克劳德仅用了三年时间 而非标准的四年 就完成了盖洛德高中的学业 1932年 他到密歇根大学就读 学习电气工程学和数学 1936年 在临近毕业时 他在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张海报 上面提供了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岗位 时任工程学院院长的万内瓦尔 不时 需要一名研究助理 来操作他那有着奇怪名字的机器 微分分析机Differential Analyzer 这是一个重达百吨 有转动的轴承和齿轮构成的铁质平台 在报纸上 它被誉为机械大脑或思考机器 比如以下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标题 思考机器能做高等数学 解除人类要花数月才能求解的方程 虽然看上去查尔斯 巴贝奇的差分机和分析机 是微分分析机的元祖 但除了用语和目标有呼应外 微分分析机事实上与巴贝奇毫无关联 不时几乎没有听说过他 只是和巴贝奇一样 不时也厌恶单调乏味 浪费时间的纯粹计算工作 他写道 数学家并不是那种能够轻易摆布数字的人 他们常常做不到这点 数学家的主要技能是擅长 在一个高层次上运用符号逻辑 尤其他们有着优秀的直觉判断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了美国电气工程 应用科学的三大孵化中心之一 另两个是贝尔电化实验室和通用电气 这里也有着对于求解方程的各种迫切需求 尤其是微分方程 又特别是二阶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表示的是变化率 鉴于如弹道轨迹和震荡电路的分析 而二阶微分方程表示的是变化率的变化率 例如从位移到速度再到加速度 他们很少能求的解析节 却又无处不在 不时设计的机械正是用来解决此类难题 进而处理产生此类难题的各种物理系统 与巴贝奇的机器相似 微分分析机在本质上仍然是机械的 尽管他使用了电动马达来驱动沉重的部件 并且随着逐渐完善 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机电开关用于控制 不同于巴贝奇的机器 微分分析机并不操作数 他操作的是量 输出的则是一族曲线 用不实的话来说 这些曲线表示了一个动力系统的未来状态 现在我们会说这部机器是模拟的 而非数字的 其盘轮式积分器是微分方程的物理模拟 在某种意义上 它是球机仪的后翼 只不过体积大了许多 所谓球机仪是一种小型的测量装置 能把曲线的积分转化成轮子的运动 不论如何 教授和学生们还是蜂拥而来 希望求得微分分析机以用 而当他能够以2%的精度求解方程时 作为操作员的克劳德 香农就已经很满足了 他被这部计算机彻底迷倒了 不止由于那些旋转不止 扎扎作响 占满了一整个房间的模拟部件 也由于那些几乎漠不作声 除了偶尔他叉作响一下的电动控制器 里面的控制器分为两种 普通的开关以及特殊的开关 寄电器 这是电报中继器概念的衍生物 所谓寄电器 是由电控制的电动开关 似乎有点同一反复 在电报中使用中继器 是为了通过逐战传递 使信号实现远距离传输 而对于香农来说 寄电器的意义不在于延展距离 而在于进行控制 100个寄电器 在以复杂的方式连接起来后 以特定的顺序通语断 就能协调微分分析机的运作 在复杂寄电电路方面 最好的专家就是电话工程师 寄电器控制着 进入电话交换机的通话的路由 他们也控制着工厂装配线的机械 对于各种具体情形 人们设计了不同的寄电电路 不过 从没有人想到 要系统的对此加以研究 当时正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 找题目的相农 意识到这其中有文章可做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 他上过一门符号逻辑课程 而现在 当他试着把众多开关电路的 可能组合整理程表时 他突然有了一种四层相识的感觉 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 两者有相通之处 符号逻辑的古怪技法 布尔代数 应该可以用来描述电路 万内瓦尔 布什左依的微分分析机 在麻省理工学院 这是种奇异的结合 毕竟电和逻辑看上去 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 正如相农所认识到的 继电器从一个电路 向下一个电路所传递的 并不是真的电 而是一个事实 即这个电路是闭合 还是断开的事实 如果这个电路是断开的 那么继电器 可能会导致下一个电路断开 当然 反过来也是可能的 当这个电路是断开时 继电器可能会导致下一个电路闭合 用文字描述开关电路的 种种可能性太过罗嗦 简化成符号就会更简洁 也便于数学家在表达式中 对符号加以操作 查尔斯 巴贝奇的机械技法 已经迈出了相同的一步 不过相农对此一无所知 一种演算法已经被发展了出来 借此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过程 来推导这些表达式 香农在他1937年的硕士论文中 以这样响亮的宣言作为开篇 任何电路都可以由一套表达式来表示 然后在其中运用演算法 而这种演算法被证明 类似于符号逻辑中所用的命题演算 一如布尔 香农也表明他的表达式里 只需两个数 零和一 零代表闭合电路 一代表断开电路 开或关是或否 真或假 香农接下去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他从简单的情形开始 分析带有双开关的电路 也就是将双开关串联或并联的电路 他注意到 串联电路对应逻辑连接此语 而并联电路则具有或的效果 逻辑运算否即将一个值 转化为其反面 也可以用电路实现 他还发现 电路可以像在逻辑学中一样 做出如果 那么 的选择 他进而分析了更为复杂的星形 和网状网络 所用的方法是提出一系列公理和定理 以此推导联力的表达式 在经过层层递进的抽象讨论之后 他最后举了一些应用例子 这些例子是虚构的 有些十分实用 而有些则十足古怪 比如 他绘制了一个 具有五个按钮开关的 电器密码所的电路图 他还设计了一个电路 只使用继电器和开关 就能实现对两数自动求和 不过为了方便起见 他的例子只是基于二进制 他写道 使用继电电路 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是可能的 事实上 任何可以用如果 或语等字词 在有线部内 加以完整描述的操作 都可以用继电器自动完成 总之 这样的题目 在电器工程学的学生中 是前所未见的 当时典型的论文题目 通常是如改进电动马达 或传输线路等 当时尚未有对于一种 能解决逻辑难题的机器的应用需求 但它是面向了未来 逻辑电路 二进制算术 这篇出自一个研究助理的硕士论文 蕴含着即将到来的 计算机革命的核心 以上想法是香农一九三七年下 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实习时成行的 之后 他回到了麻省理工学院 并在万内瓦尔 不时地建议下 从电器工程系转到了数学系 不时还建议香农考虑一下 是否有可能把一种符号代数 也就是其奇怪的代数 应用到新兴的 遗传学上 当时人们对于遗传学的基本要素 基因和染色体 理解还相当模糊 香农于是开始以此为题 撰写一篇雄心勃勃的博士论文 也就是后来的理论遗传学的代数 他指出 基因是一种理论构造 它们通常被认为 存在于被称为染色体的四状物上 后者可以在显微镜下看到 但人们无法确切了解 基因是如何组织的 甚至无法确定 它们是否真实存在 不过香农指出 尽管如此 就我们的讨论而言 是可以把遗传理论看作成立的 因而我们在接下去的讨论中 将假设基因是真实存在的 而我们对于遗传现象的简化表示 也是对的 因为在我们看来 事实可能就是如此 他设计了一种表示方法 用字母和数字 来表达个体的基因分子式 比如一个个体的两对染色体 每个染色体上 有四个基因可能会是这样的 接下去 基因组合和杂交过程 就可以通过一种 带有加法和成法的演算法 加以预测 这就像某种抽象的道路图 已经远远脱离了 纷繁无杂的生物学现实 对此 他解释道 对于那些非数学专业的人 我们希望指出 在现代代数中 使用符号来表示概念 而不是数字 是种常见做法 这种做法复杂而富有新意 与当时该领域的常见做法 大不相同 星号可惜的是 他并未公开发表这篇论文 星号四十年后 遗传学家詹姆斯 富兰克林 克罗 James F. Crow 对此评价道 这篇论文似乎是在与群体遗传学界 完全脱离的情形下 独立写出来的 相同发现的原理 后来被别人再度发现 我所惋惜的是 他没有在1940年就广为人知 我以为 他本可能彻底改变这门学科的轨迹 与此同时 在1939年年初 他在写给不实的一封长信 中谈到了一个 自觉更为重要的想法 时段时序的 我一直在研究传递信息的 一般系统的某些基本属性 它们包括电话 无线电广播 电视和电报等 几乎所有的通信系统 都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一般形式 其中P和R 分别代表发送方和接收方 它们隔开了三个时间函数 FT 代传输的信息 信号 以及最终输出 当然 最终输出希望做到与输入等同 或接近等同 在理想的系统中 最终输出将是输入的精确复制 但香农也认识到 问题在于 真实的系统总是会经受失真 Distortion 对于这个术语 他计划给出一个数学形式的严格定义 同样的 真实的系统中还存在噪声 例如静电 香农告诉不实 他正式图证明一些定理 同时 并不意外的 他也在忙于构造一种机器 他完全借助电路 就能实现各种符号化的数学运算 从而替代微分分析机的工作 甚至还能做更多 但他面前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他说 尽管我已经在问题的一些外围部分 取得了些许进展 但要说到取得实质性结果 我仍然进展缓慢 我绘制了一组电路 他们确实可以针对大部分函数 进行符号微积分计算 但所用的计算方法不够通用或自然 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我恐怕是完全没有把握到 这种机器所应遵循的某些一般原理 这时的香浓受到了简直是皮包骨的程度 耳朵从剪得短短的拳发下 也仅能露出一点 1939年秋的一天 他在与两位室友同住的花园街公寓里 举办了一场聚会 他羞涩地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 听着留声机播放的绝世乐 突然一个年轻女子开始向他扔爆米花 他就是诺尔玛 莱沃·Norman Liver 一个来自纽约的大胆姑娘 十年十九岁 曾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 那年夏天 他弃学前往巴黎 但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 他被父母接回了老家 然而即便在家乡 战争阴影也开始笼罩人们的生活 他被克劳德气质中的深沉阴郁 以及智力上的才华横溢所深深吸引 他们开始每天约会 他为他写十四行诗 模仿意义 卡明斯意义 Commings的风格一律小写 而他则欣赏香浓对文字的热爱 喜欢他说不 而代数的方式 到了次年一月 他们就结婚了 不过仅在波士顿地方法院登记 并未举行婚礼 而后他跟香浓一起到了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因为在那里香浓 获得了一个博士后职位 文字的发明一度摧化了 逻辑学的发展 因为文字使得对于 逻辑推理的分析成为可能 借助文字 成串的思维过程 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工人审视 而许多个世纪之后 随着人类发明了 能够操作符号的机器 逻辑学再度被赋予了新的活力 在逻辑学和数学 这两种推理的最高形式中 一切似乎都开始相融合 通过融合逻辑学和数学 创建出一个 由公理 符号 公式 和证明构成的体系 哲学家们似乎可以 企及某种完美 达到一种严格的 形式上的确定性 这正是英国理性主义巨匠 伯特兰 罗素 和埃尔弗雷德 诺斯 怀特海所追求的目标 他们在1910年至1913年间 出版了黄黄三件的剧著 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其书名与埃萨克 牛顿的杰作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遥相呼应 而他们的雄心壮志 正是要使一切的数学 都真于完美 他们声称 通过符号逻辑这一工具 借助其如何要 石斑棱角分明的符号 和无可商榷的规则 这件是终于变的可能 他们的使命 就是为每一个数学事实 都给出证明 而证明的过程 若设计得当 是应该可以机械地进行的 不同于日常语言 符号主义 他们宣称 能使完美的精确表达 成为可能 在此之前的布尔 巴贝奇 以及更早得多的莱布尼茨 都曾对这个艰难的目标 滋滋以求 他们都相信 完美的推理 可以通过对思维的完美编码来实现 然而 莱布尼茨对此只能梦想 某种文字或语言 他在1678年写道 它可以完美地反映 我们思维之间的关系 借助这样的编码 逻辑错误会立即暴露无遗 这种文字的字符 会与迄今为止 人们所想出的所有字符 都大不相同 这种文字的字符 服务于创造和判断 应该如同它们服务于 代数和算术一般 借助这些字符 人们不可能写出荒谬的结论 罗素和怀特海解释道 符号主义 适用于逻辑学中 高度抽象的过程和思想 以及成串的推理 而对于描述日常世界的琐事 日常语言更有效 他们注意到 像鲸鱼很大这样的命题 使用一些简单的字词 就表达了一桩复杂的事实 而像一式各数这样的命题 则会在日常语言中 导致无法忍受的啰嗦 要想理解什么是鲸鱼 什么是大 人们需要具备 对于真实事物的知识和经验 但要想操作一盒数 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算数运算 如果用精炼的符号 妥当地加以表示的话 这个过程应该是可以自动完成的 然而 罗素和怀特海也注意到 在前进的道路上 存在着一些障碍 一些本不应该存在的荒谬结论 他们在前言中写道 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 来处理那些在逻辑学中 天然作患的矛盾和悖论 作患以示的强烈的用语 但也不足以表达悖论的恼人之处 他们简直就是癌症 有些悖论古一有之 如 克里特的埃比米尼德斯说 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 克里特人所说的其他所有话 都是谎话 那么埃比米尼德斯的这句话 是谎话吗 埃比米尼德斯悖论的一种 更简洁的表述 即所谓说谎者悖论 这句话是假话 之所以说更简洁 是因为这样 人们就不必考虑克里特人 极其特性了 这个命题不可能是真话 因为这么一来他就成了假话 但他又不可能是假话 因为这么一来他就成了真话 这句话非真非假 或者说他既真又假 不过 这种颠来倒去 复杂难解 而又出人意料的循环论证的发现 并没有使生活或语言 顿时陷入停滞 人们时期大意后 便把他们丢在了一边 毕竟生活和语言是不完美 也不是绝对的 在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 而就算是骗子 也常会说出一些实话 只有在企图构建一个 严丝合缝的逻辑体系时 他们的破坏性才显露无遗 然而完美和严格的证明 正是罗素和怀特海所追求的 否则整个工作就没什么意义了 可他们的体系越严格 他们发现其中出现的悖论就越多 侯士达曾写道 当各种古典悖论的现代版本 毫无预兆地出现在 逻辑严密的数的世界中 出现在这片从没人料想悖论 竟能涉足的净土时 人们普遍感到 没有什么真正怪异之事 是不可能发生的 其中一个悖论是贝里悖论 他由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管员 G.G.贝里G.G.Berry 首次向罗素提出 这个悖论与描述某个整数 所需的阴结数目有关 一般而言 显然数越大 用来表示它的阴结数目也越多 在英语中 需要两个阴结描述的最小整数是7 7 需要三个阴结描述的最小整数是11 121 乍看上去需要六个阴结 121来描述 但略实巧计 实际上四个阴结就够用 11平方 11 squared 然而 即便绞尽脑汁 有有限的阴结构成的名字 必定是有限的 因而按罗素的说法 必有一些整数的名字 由至少19个阴结构成 而这些整数中必有一最小数 因此 不可能以少于19个阴结命名的最小整数 必定指的是一个确定的整数 但这里就出现了悖论 不可能以少于19个阴结命名的最小整数 the least integer not nameable in fewer than nineteen syllables 这个端语只含有18个阴结 这样 不可能以少于19个阴结命名的最小整数 却以少于19个阴结命名了 罗素提到的另一个悖论是理发师悖论 假定理发师是给所有不自己刮脸的人刮脸的人 那么理发师自己刮脸吗 如果理发师自己刮脸 那么作为理发师他不能给自己刮脸 而如果理发师不自己刮脸 那么作为理发师他必须给自己刮脸 很少有人会为此类谜题所困扰 毕竟在现实生活中 理发师可以自行选择 而不会影响到世界的照常运转 我们会感到 用罗素的话说 这样的问题都是废话 毫无意义 然而当数学家研究集合获类时 悖论可就不能被如此一轻地置之不理了 集合是一堆东西如整数的总体 集合0 2 4的元素就是一些整数 某个集合也可以是其他集合的元素 例如集合0 2 4就属于整数集这个集合 也属于三整数集这个集合 但不属于三素集这个集合 罗素曾定义了如下一个集合 s是所有自身不是自身的元素的集合的集合 这个版本被称为罗素悖论 它可无法被置之不理 为了消除罗素悖论 罗素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悖论之所以出现 其关键因素似乎在于那个奇怪的地规 集合属于集合 地规在这里就好比给火焰注燃的氧气 同样的 说谎者悖论也是由于存在关于命题的命题 这句话是假话是一种元语言 即关于语言的语言 罗素似是而非的集合则依赖于一种元集合 关于集合的集合 因此之所以会出现问题 是因为跨越了不同层次 或用罗素的术语来说 是因为混淆了不同类型 而他的解决方案是 禁止这样做 将之排除在外 不能混淆不同层次的抽象 不允许自止 不允许自包含 数学原理中的符号主义规则 不允许这种原地兜圈 狗咬尾巴的反馈循环 因为这可能导致自相矛盾 这就是罗素的安全防火墙 接下来是库尔特 哥德尔上场 哥德尔1906年出生于 现今捷克南莫拉维亚州的首府布尔诺 他在居家乡120公里外的 维也纳大学学习物理学 20岁时 他参加了维也纳小组 与一群哲学家和数学家 定期在烟雾缭绕的咖啡馆聚会 如约瑟夫咖啡馆和参议院咖啡馆 高举逻辑学和实在主义的旗帜抵制 形而上学 在他们看来 形而上学是唯灵论 现象学以及非理性的同一词 哥德尔跟他们讨论新逻辑学 这个说法在当时颇为流行 之后不久又转向了原数学 原数学之于数学 不同于形而上学之于物理学 他是隔了一层的数学 即关于数学的数学 一种从外部看待 Othelet-betracted 数学的形式体系 而他接下去将提出和证明 20世纪有关知识的最重要的命题和定理 将打破罗素试图构建完美逻辑体系的梦想 并将证明悖论并非是逻辑体系的多余之物 而是存在于其根本当中 哥德尔在埋葬罗素和怀特海的计划之前 也对他赞赏有加 他写道 数理逻辑学是一门优先于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 他包含了作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思想和原理 数学原理这部剧著 体现的是一个曾短暂占据主流 无所不包的形式体系 哥德尔甚至采用书名的缩写PM来指代这个体系 当他提及PM时 他指的是那个体系 而非那不输 在PM中 数学就像是一只被包含在瓶子里的模型船 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无常的大海推来嗓去 到了1930年 当数学家打算证明一些东西时 他们就会按照PM的原理进行证明 用哥德尔的话说 在PM里 人们只需运用一些机械的规则 就能证明任何定理 之所以敢说任何定理 是因为这套体系曾经是 或至少曾经号称是完全的 而所谓机械的规则 是因为逻辑学的运算 冰冷无情 毫无个性化阐述的余地 它的符号被抽离了意义 它的证明 可以被任何人一步一步地加以检验 只需他遵循一定的规则 却无需理解它 将这种特质称为机械的 不由使人回想起 查尔斯 巴贝奇和爱达 洛夫莱斯的梦想 机器机械地处理着数 而数可以代表万事万物 在1930年为 也那动荡灰暗的文化气氛中 24岁的哥德尔戴着黑矿圆眼镜 静静地听着他的新朋友们 高谈扩论新逻辑学 他相信PM这个瓶子是完美的 但也怀疑 数学是否真的可以 被这个瓶子所完全包含 最终 这个瘦弱的年轻人 证明了自己的怀疑 做出了一项伟大而惊人的发现 他发现 在PM以及任何自洽的逻辑体系中 必定潜藏着某些气筋为止上 无人意识到的怪物 一些既不能被证实 但也不能被证伪的命题 也就是说 必然存在一些无法被证实的真理 而哥德尔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的证明手法巧妙而严谨 他不仅运用了PM中的形式规则 而且也从原数学的角度运用它们 也就是说 以外部看待它们 他解释道 PM中的所有符号 数字 算数运算符 逻辑连接词 以及标点等 共同构成了一份有限的字母表 PM中的任何命题或公式 都是依据这份字母表写成的 类似的 每个证明都有有限的公式序列构成 这不过是采用相同字母表写成的 更长段落而已 这正是原数学的切入口 哥德尔指出 从原数学的角度来看 采用这种符号 还是那种符号 没有任何区别 具体字母表的选择 可以是任意的 人们可以使用传统的 各种各样的数字和标记 如来自算数的 来自逻辑学的 也可以使用字母 或者点核化 通过编码 就可以在符号集之间 自如地进行转换 哥德尔提出了一个 仅使用数的方案 数就是他的字母表 用以替换PM中的符号 又由于数可以通过 算数方法加以组合 所以任意的数的序列 都可以表示成一个 可能非常很大的数 因此PM中的每个命题 每个公式都可以 被表达成一个数 每个证明也一样 如此这般 哥德尔描述了一个 严格的编码方案 一种算法 一套机械的规则 他只要求人们遵循 而无需额外的智力 他是双向的 给定任何公式 遵循这套规则 可以算出一个数 而给定任何数 遵循同一套规则 可以拆出对应的公式 不过 并非所有的数 都会拆出一个正确的公式 有些数解码回去 只会得到毫无意义的符号 或是按照体系的规则 判断不成立的公式 符号串000等于等于 尽管可以算出某个数 但它根本不是一个公式 而命题0等于1是一个公式 但它不成立 公式0加x等于x加0成立 而且按照pm的原理可被证实 上述的最后一个特性 按照pm的原理可被证实 原本无法用pm的语言表达 毕竟这似乎是一个 在体系外部做出的命题 一个元数学的命题 然而 哥德尔的编码方案 将它也纳入了进来 在它构建的框架内 自然数具有双重身份 既是数又是命题 这样 人们可以对其做出 各种不同的命题 或断言一个给定的数是偶数 素数或完全平方数 又或断言一个给定的数 是个可被证实的公式 以数1044045317700为例 人们可以对其做出 各式各样的命题 并测试这些命题成不成立 这个数是个偶数 它不是个素数 它不是个完全平方数 它大于5 它可以被121整除 以及按哥德尔的规则解满后 它是一个可被证实的公式 哥德尔在1931年的一篇论文中 给出了它的证明 其证明严丝合缝 涉及复杂的逻辑学 但其基本论证过程 却简洁而优雅 哥德尔先证明如何构造出 这个命题不可被证实 而现在哥德尔证明了 这样的命题总是存在的 这样说谎者悖论又回来了 而且这回已不能通过 改变规则的方式将其拒之门外 正如哥德尔在当属史上 最具深远影响的角株之一中 所解释的 表面上看来 这样一个命题是个错误的循环论证 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一开始 它仅仅是断言了 某个定义良好的公式 是不可被证实的 只是后来由于巧合 这个公式恰好就是表示 该命题的那个公式 在PM以及任何 能够进行基本算术运算的 自洽的逻辑体系内部 必定存在这样受诅咒的命题 他们成立却不可被证实 这样哥德尔证明了 一个自洽的形式体系 必定是不完全的 不可能存在完全且自洽的形式体系 这回悖论重现江湖 而且他们现在不仅仅是 普通的古怪之士而已 而是盘踞在了整个形式体系的核心 正如哥德尔后来所说的 对于悖论的分析 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即我们的逻辑直觉 比如与真理 概念 存在 类等相关的直觉 竟是自相矛盾的 而侯士达则说 哥德尔的发现突如一道晴天霹雳 其力量的彰显并不在于 他击垮了一个庞大的体系 而在于他所体现的 对于数 符号和编码的洞见 痛上加痛地是 哥德尔的结论并非源自PM的弱想 相反是源自他的强项 这个强项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极数的灵活性 或变色龙般的能力 使其模式可以模仿推理的模式 正是PM极强的表达能力 导致了他的不完全性 人类长久以来 滋滋以求的通用语言 也就是莱布尼茨宣称 自己接近完成的通用表义文字 其实一直就那里 就隐藏在树当中 树可以用来编码任何形式的推理 表示任何形式的知识 1930年9年 在科尼斯堡举办了一次哲学会议 在会议的第三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 哥德尔在会上首次公开 提出了他的发现 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似乎只有一个人确实听了进去 这世的匈牙利人 叫做诺伊曼·亚诺什·努曼·亚诺 这名年轻的数学家 当时正在办理 前往美国普林斯顿的手续 在那里他将很快改名为 约翰·冯·诺伊曼 他立刻理解了哥德尔的学说 虽然一开始他感到震惊 但经过一番研究后 他被说服了 次年 哥德尔的论文刚一发表 冯·诺伊曼随即就在 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讨论会上 介绍了这篇论文 不完全性是个事实 这意味着数学无法摆脱自相矛盾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 冯·诺伊曼指出 这不是某种抽象的哲学原理 也不是个人某种 看似合理的思维态度 而是经由极其复杂的 严格的数学证明后得出的结论 因此 要么相信数学 进而认同这个结论 要么不相信数学 从而否认这个结论 伯特兰·罗素当然 他相信数学 当时已经将研究 转向了更为常规的哲学 多年以后 他在茂迪之年承认哥德尔 曾使他感到困扰 当时我庆幸自己 已经不再研究数理逻辑了 如果能从一族 给定的公理中 推导出自相矛盾的结论 那么显然 其中至少一个公理 是不成立的 另一方面 维也纳的著名哲学家 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在本质上 他并不相信数学 则对不完全性定理嗤之以鼻 以为他不过是障眼法 坑斯达肯 并称他不会尝试驳斥它 而只会对其弃致不理 数学不可能是不完全的 正如一个意义 不可能是不完全的 只要是我理解了的意义 我肯定是完全理解了 哥德尔的批驳 对两人都加以了回敬 罗素显然误解了我的结论 但他误解的方式 倒挺有意思 与之相反 维特根斯坦 提出的误解 却完全不值一提且无趣 1933年 哥德尔首次受邀 前往新成立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当时约翰 冯诺依曼和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都是该研究院的首批成员 在随后几年 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和维也纳短暂繁荣的衰退 他还将多次横跨大西洋 往返于欧美之间 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中 他开始遭受抑郁型神经衰弱 以及挥之不去的多疑症的折磨 甚至不得不住进疗养院 但对政治完全没概念 对历史也一直半解的他 选择坚持留在维也纳 虽然普林斯顿屡屡抛出橄榄枝 哥德尔却迟迟犹豫不决 直到1938年 经历了德奥合并 和维也纳小组的消亡 其成员不是惨遭杀害 就是被迫流亡 甚至到了1939年 希特勒的军队 占领了他的祖国杰克斯洛伐克 他依然还是待在了维也纳 哥德尔不是犹太人 但数学界已被认为 是受犹太人影响严重 Murjudet的一个领域 他始终难逃干系 1940年1月 哥德尔最终成功离开了维也纳 去到西伯利亚大铁路 途经日本 最后乘船抵达旧金山 在抵达普林斯顿时 他的名字被电话公司 改写成了K.Gudo 这一回他是要留下了 1940年秋 克劳德·香农 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进行为期一学年的博士后研究 研究院地处偏僻 这里原先是个农场 距离普林斯顿大学一英里 新建的主楼是壮红砖建筑 顶上处立着钟楼和圆顶 四周则余数环绕 在研究院约15名教授中 声望最大的是爱因斯坦 他的办公室在一层的背面 不过香农很少看到他出现 哥德尔是三月份到的 除了爱因斯坦之外 他几乎不和别人说话 香农名义上的导师是赫尔曼 外尔也是个德国流亡者 在新兴的量子力学领域颇有建树 外尔对于香农的遗传学论文 你的那些生物数学问题兴趣有限 但他觉得香农可能会与研究院里 另一位卓越的年轻数学家 冯诺伊曼找到共同语言 香农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他在 普林斯顿市区帕尔默广场的住所里 整天郁郁寡欢 他二十岁的妻子感到成天待在家里 听克劳德随着毕克斯 拜德贝克 Bip Spiderbat的唱片吹奏单黄管 这样的生活越来越令人不悦 诺尔玛觉得克劳德患上了抑郁症 要求他去看精神科医生 能见到爱因斯坦固然是件好事 但心情总会消退 最终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诺尔玛在年底离开了他 香农也不愿在普林斯顿待下去了 他希望从事信息传输方面的研究 这个方向在当时还刚起步 但毕竟比主导着研究院议程的 那些理论物理学研究更实用 况且战争的脚步日益临近 各个机构的研究议程 都在为此进行着调整 在万内瓦尔 布什领导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 NDRC将7号工程 高射炮火控系统的数学研究 委派给了香农 根据NDRC报告的普什描述 这项工作是为火炮控制提供校正 以确保炮弹和目标 在同一时刻抵达同一位置 飞机的出现 使几乎所有以前在弹道学中 用到的数学 顿时变得力不从心 因为史无前例的 目标移动的速度 与炮弹本身的速度差不了多少 无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 这个问题都极为复杂 也至关重要 当时在伦敦就集结了 大量3.7英寸重型高射炮 但要做到 使高射炮瞄准快速移动的飞机 要么仰赖直觉和运气 要么借助齿轮 联动和四伏体系 进行的大量计算 为此 湘农不仅要分析物理问题 还要分析其中的计算问题 火控系统必须通过 机轴和齿轮 在侧距仪和积分仪的帮助下 追踪三位空间中目标 快速变化的路径 一门高射炮 就是一个动力系统 会受到后座力 和自身摆动等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因素 可能可预测 也可能不可预测 但如果面对的微分方程 是非线性的 那么湘农就无能为力了 对此他自己也很清楚 湘农先前曾在贝尔电话实验室 工作过两个夏天 1937年和1940年 而当时实验室的数学部门 也承接了有关火空工程的研究 因此1941年下 他们邀请湘农正式加入实验室 对于这项工作 操作微分分析机的经验 对他很有帮助 事实上 当时的自动高射炮 已经俨然是一台模拟计算机了 他必须从测距仪的瞄准器 或新式的 上处于实验阶段的雷达接受输入 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平滑 过滤和误差补偿 然后快速求解实际上的 二阶微分方程 得出目标的运动路径 在贝尔实验室 数据处理的环节 看上去有点似曾相识 他与电话通信的一个 常见问题很相似 这些干扰数据 就像是电话线路中的静电噪声 湘农和他的同事 在报告中写道 为消除或削弱跟踪误差的影响 而进行的数据平滑问题 与将信号从通信系统的 干扰噪声中分离出来的问题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 每个数据构成了一个信号 因而整个问题实际上是 传输 操作和利用信息的一个实力 而这正是贝尔实验室的专长所在 尽管电报曾经使人类通信面貌一新 尽管无线电广播 现在看来依然神奇 但现在说起电气通信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电话 19世纪70年代 随着几条实验线路的建成 电话首先在美国问世 而到了世纪之交 电话产业在各项指标上 都超越了电报 不论是业务量 线路里程数 还是资本投入额 电话使用量每过几年就会翻一翻 而究其原因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电话谁都会用 使用他的唯一要求 就是能听会说 这里不牵涉文字 编码或电键 每个人都只需回应对方的说话声音即可 而他传递的不仅是字词 而且还有各种感受 电话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一点 伊莱莎 格雷 这位电报从业者 后来在与亚历山大 格雷厄姆 贝尔争夺电话发明专利时败下阵来 在1875年 却告诉自己的专利律师说 这项工作几乎毫无意义 贝尔似乎花费了全部精力 在会说话的电报上 尽管这件事在科学上非常有意思 但在现阶段却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因为使用现有的方法 可以在单条线路上完成更多业务 三年之后 当西奥多 牛顿 维尔 阿尔弗雷德 维尔的侄子辞掉在邮政部的高级职位 出任新成立的贝尔电话公司总经理 也是唯一领薪水的管理人员时 邮政部副部长恼怒地写道 我简直难以置信 以你那样健全的判断力 居然能放弃这个职位 去搞什么美国老的该死玩意 一根电线 两头挂一对德克萨斯小牛的脚 摆弄几下会像牛犊子一样叫唤 叫什么电话来的 又过了一年 在英国 邮政总局的总工程师威廉 普里斯 William Priest 在向国会所做的报告中说 我猜测 我们得到的 对于电话在美国的应用的描述 有点夸大其词 尽管美国的确存在诸多因素 使得在那边使用这种工具的必要性 是比在这边要大一些 咱们这里有大量的信使 公差前的同仆 诸如此类 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部电话 不过更多的是用来展示 如果我想发条讯息的话 我可以使用发报机 或差一个同仆去跑烫腿就行了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判断 原因之一 是人们在面对一种全新技术时 中间人敲进去 而使用电话时 人们只要开口说话就可以了 就连小孩子也会用 也正因为如此 电话看起来像个玩具 事实上 它像一个人们熟悉的玩具 有罐头盒和细绳制成的土电话 电话不会留下持久的记录 也永远不会有哪家报纸 以电话冠名 商务人士会认为电话不够正式 电报与事实和数打交道 而电话则诉诸人的情感 新成立的贝尔电话公司 很快就把这变成了一个卖点 其支持者常常喜欢引用小普林尼的话 活生生的声音 方能打动人心 或是剧作家托马斯 米德尔顿 Thomas Middleton的话 好姑娘的声音喝 听起来那般甜美 但另一方面 也有人对这种捕捉 和播放声音的想法感到不安 要知道留声机 在当时也刚问世不久 一位评论员这样说道 一旦连上电话线 无论一个人把他的门窗 怎样紧密闭合 哪怕是把钥匙孔和壁炉送暖口 都用毛巾和毛毯 封得密不透风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无论是自言自语的 电线进行传递 对于电话来说 所传的东西是声音 他由空气中的声波 转化成了电线上的电流 电话有个优势显而易见 其他对音乐家来说 肯定非常有用 贝尔本人就曾在各地 公开演示自己的新技术 宣扬这种考虑电话的方式 他在音乐厅 用电话播放 来自另一地的音乐演出 当管弦乐团和合唱团 演奏的美利坚和友谊第九天长 从他的小装置里传出来时 人们惊喜不已 他鼓励人们把电话 想象成一种广播设备 可以把音乐和步道 传播很远的距离 这样就像把音乐厅和教堂 搬到了自己的起居室内 报纸和评论员 大多也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报道 但这些只是对技术 进行抽象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而一旦人们 有机会亲手拿起电话 他们马上就想出了 该怎么用它 他们要在上面交谈 1878年 在剑桥的一次讲座上 物理学家詹姆斯 克拉克 麦克思维为电话交谈 提供了一种科学描述 所以到了1880年 美国已有超过6万部电话投入使用 这时距离贝尔成功的把华生先生 快来 我要见你 这句话传递出去不过4年 距离第一对电话 以20美元的价格租赁出去不过3年 首批购制成对电话的客户 是把他们用于点对点的通信 比如在工厂与其办公室之间 维多利亚女王 也在微沙城堡和白金汉宫 分别安装了一部电话 他们用象牙制造 是精明的贝尔赠送的礼物 然而当可连通的电话数量 超过了某个临界值时 其拓扑结构就发生了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来得异常迅速 社区性的电话网络出现了 其相互联通的功能 由一种称为交换机的新型设备来管理 最初的无知和怀疑 转眼间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星期和惊喜 也没有持续更长的时间 商务人士很快把先前 对于电话不够正式的疑虑 抛在了脑后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对电话预言一番 其中有些预测 在电报出现时就已经听说过了 不过 对此最具前瞻性的评论 来自那些注意到了 网络的力量会呈指数增长的人 早在1880年 《科学美国人》杂志 就讨论了电话的未来 并特别指出 一个个小型的电话使用群正在形成 而网络越庞大 使用者越多样 其潜力也就越惊人 电报花了数年才做到的事 电话在数月内就做到了 当初它还只是个科学玩具 有着无穷多种可能的实际应用 而下一年 它就成了一个 有史以来最为复杂 最为便捷 扩张的也最为迅猛的通信系统的基础 不久以后 商务办公室之间通过电话相连 将成为常规而非例外 事实上 富人的住所之间也会如此 而且不仅限于城市 这也将延伸到所有边缘地区 其结果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 在其中 每个人 无论他怎样与世隔绝 都可以打电话给社区中的其他所有人 这样将避免社交和商务上的大量麻烦 不必要的往来奔波 以及种种失望 拖延和大大小小的无数痛苦和烦恼 借助及时的电话通信 文明世界中散居各地的成员 将被紧密地联系起来 就如同身体的不同器官 被神经系统连接起来一样 这样的时刻已经指日可待 到了1890年 散居各地的使用电话的成员 达到了50万之多 到了1914年 更达到了千万之重 人们准确地认识到 电话已经成为推动工业 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中的理由怎样表述都不算夸张 1907年 美国商务部列出了 依赖于跨越空间的 及时通信的株领域 如农业 采矿业 商业 制造业 运输业 以及事实上其他所有自然资源 和人造资源的生产和流通环节 更不用说修鞋铺 洗衣店 甚至洗衣女工了 换句话说 在经济引擎中的每一个齿轮 已经都离不开电话 商务部对此评论道 繁忙的电话流量有力地表明了 大把的时间得到了节省 他还注意到了 电话对于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改变 这些改变即便在一个世纪后 依旧还能见到 在过去几年 如此多的电话线延伸到了各个避暑圣地 这使得商务人士完全可以做到 每次离开办公室几天 却仍然与其办公室保持密切联系 1908年 后来成为贝尔实验室首任主任的约翰 约瑟夫 卡蒂 杖 卡蒂 从信息的角度分析了 电话如何塑造纽约的天际线 他认为 就像电梯 电话使摩天大楼成为可能 如果说贝尔及其继任者是现代商业建筑 摩天大楼之父 这乍听上去似乎很荒唐 但请容我慢慢道来 且以盛家大楼 运斗大厦 布罗德交易所大楼 三一大楼 或任何一座巨型商业写字楼为例 你认为每天会有多少讯息 从这些大楼里进进出出 假设没有电话 每条讯息都需要信使来传递 那么你认为需要增加多少电梯 而这还能留下多少办公区域 显然 这样的建筑结构 从经济上讲是不合算的 为了实现这一巨大网络的快速扩张 电话需要新技术和新科学的支持 它们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 一类与电本身有关 测量电量 控制电磁波 调制其幅度和频率 麦克思维在19世纪60年代发现了 电场 磁场 以及光本身是同一种力的不同表现 同一物质的不同表象 而光是另一种形式的遵循电磁定律 在场内传播的电磁扰动 现在 电器工程师必须运用这些定律 将电话 它们设计出真空管中机器 使电流能够进行远距离传输 从而使1914年首条 横跨每周大陆的电话线路成为可能 这条线路连接了纽约和旧金山 绵延5000多公里 跨越了13000多根电线杆 工程师还发现了 如何调制单股电流 以便把多股这样的电流整合起来 通过单一信道进行传输 同时又不丢失每股电流的本来特征 这叫做多路复用 到1918年 他们已经可以将四路通话 放入单股双脚电线中 不过这里实际上 不是电流保持了本来特征 在工程师自己清晰意识到之前 他们实际上 已经是在用信号传输的概念 进行思考了 信号作为一种抽象实体 与作为其载体的电流 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类科学 则没有那么定义良好 它们涉及电话网络的组织问题 包括电话交换 电话编号 以及网络逻辑等 这一分支延续了 贝尔早在1877年的开创性设想 即电话无需成对出售 通过一个中心交换机 转接而不是用电线直接连接 这样每部电话 都可以与其他许多电话相连 1878年1月 乔治 科一 George W.Coy 在康涅迪格州扭黑文市 建成了第一个交换机 他用马车螺栓 和女群趁架的金属丝 做成插头和插座 并为此申请了专利 他自己则成为了 世界上首位电话接线员 由于需要频繁的拆接线 插头磨损得很快 对此 一个早期改进方案 是采用一种约5厘米长 的对折金属片作为插头 由于他像折叠刀 Jack Knuff的刀柄 所以这种插头 很快也被叫做Jack 这种说法一直沿用至今 科一的交换机允许 从21个用户中 任意选取两路 进行同时通话 在2月 科一公布了一份用户列表 他自己和他的一些朋友 数位外科医生和牙医 当地的邮局 警察局和商会 以及几家肉类和鱼类的商铺 这通常被视为 世界上第一本电话号码部 但他很难说的上市名副其实 他只有一页纸 没有按字母表排序 也没有与名字相关联的号码 电话号码还有待发明 这项创新再次年就出现了 1879年底 在马萨诸塞州的洛洛尔市 四名接线员管理着 200多个用户的电话连接 当时恰之马诊疫情爆发 医生摩西 格里利 帕克 Moses Greely Parker担心 一旦接线员不幸染病 将很难找到替换人手 于是他建议 给每部电话配一个号码 并将号码按字母表顺序排列 这些想法无法申请专利 而类似的设想 也在全国各地冒了出来 因为快速扩展的电话网络 产生了大量此类数据 极带组织 很快 电话号码部就成了人类 有史以来制作的 最广泛的列表和目录 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后 最密的图书 伦敦的电话号码部有四卷 而芝加哥的则是2600页的大舖 他们一直以来 是世界信息生态系统中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然而突然之间 他们风光不在 进入21世纪后 他们变得过时了 美国的电话公司宣布 将在2010年前 逐步停止为用户 每年发放指质电话号码部 据估计 仅在纽约州 这项举措 每年就节约了5000顿纸张 一开始 用户对自己 竟被用一个号码表示 而感到愤怒 工程师则怀疑 人们是否能记住 超过四五位数的号码 对此 贝尔公司不得不坚持 推行自己的做法 最早的一批电话接线员 是十多岁的男孩子 是从电报送信员当中 低心挑选的 但各地的电话局 很快就发现 男孩子不安分 爱开玩笑 爱做恶作剧 更有可能被发现 是在地板上扭打 而不是老老实实地 坐在凳子上进行精确 重复地接线工作 于是 另一个廉价劳动力来源 被开辟了出来 到了1881年 几乎所有的电话接线员 都是女性 比如在欣欣那提示 电话公司就雇用了 66名年轻女性 并认为 他们要远好于男孩子 他们更稳重 不沾啤酒 且供应源源不断 还有一点不言而喻 公司只需付给女性 与男孩子一样低廉 甚至更少的工资 但这是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很快他就要求 进行特别的培训 接线员一方面 要头戴像马具一般的耳机 长时间进行上身的肢体活动 另一方面 还要能快速分辨 不同的声音和口音 并在面对丧失耐心 和粗鲁的用户时 保持礼节 有些男性认为 这对女性其实有好处 女性百科全书 Everywoman's Encyclopedia 就这样写道 手臂的上下左右运动 会锻炼她的胸部和手臂 使得瘦弱的女孩变强壮 在接线室里 找不到看上去无精打采 并并歪歪的女性 与另一种新兴技术 打字机一道 电话交换机 加速了女性 进入白领劳动力市场的进程 然而 即便成批成批的人工接线员 也无法维持这个 以如此高速壮大的网络 电话交换必须得能自动完成 这就意味着 需要在电话机与交换机之间 建立起一种自动机制 不仅能传递呼叫方的声音 还有一个号码 一个用语识别一个人 或至少是另一部电话的号码 人们精心设计了各种方案 将号码转化成电气形式 首先试验的是按钮 然后是一种看上去怪怪的转盘 它的十个手指孔 分别对应着十进制的数字 转动后 就会将相应的电脉冲发送出去 接下去 这些编码后的电脉冲将 被传递到中央交换机 在那里 另一套继电电路控制的机制 将据此建立起正确的连接 如此这般 他们将人与机器 数与电路之间的翻译转换 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 电话公司可不会放过这个卖点 自动交换机 常被他们誉为电气大脑 电话公司还改进了 衍生自电报中继器的继电器 用一个电路来控制另一个电路 其体积和重量缩小到不足百克 并进行了大量生产 年产量达数百万 1910年 一位研究电话史的历史学家写道 电话一直以来 是珠电器奇迹中的最高成就 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可以用如此少的能量 实现如此大的成就 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比它更严密的为未知所包裹 当时纽约市的电话簿上 已有数十万电话用户 对此 斯克里布那杂志 特别强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如此众多数目中的任意两个 在五秒钟之内 就可以实现互相交流 这一次工程科学 如此好地跟上了公众的需求 为了建立连接 纽约市的电话交换机 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有着近两百万个焊接部件 六千多公里长线路 以及约一万五千盏信号灯 到了一九二五年 新近由一些电话研究小组合 并而成的贝尔电话实验室 投入应用了一种 容量达四百门的改进行巡线机 用以取代旧式的 二十二节点的机电式 旋转步进交换机 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正在日渐巩固其垄断地位 其工程师也在努力缩短寻呼时间 与此同时 虽然本地的电话交换已经自动化 但跨网的长途呼叫在一开始 还是需要先打给另一个长途 接线员 然后等待接线员回电告知 连接已经准备完毕 不过 跨网的连接很快也将实现自动拨号 这么一来 复杂性无一顿时倍增 而贝尔实验室 也不得不更多的寻求数学家的帮助 贝尔实验室中 最早被称为数学咨询部门的地方 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个 别具特色的应用数学中心 它不像那些备受尊敬的数学重镇 如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 也不入学术圈的法眼 数学中心的首任主任桑顿 塔尔 弗里 十分享受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张力 这就像两种文化的碰撞 他在1941年写道 对于数学家来说 一段论证要么是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 要么是整个都错了 他会把这称为具有严格思维 典型的工程师则会说这是钻牛角尖 数学家还倾向于 把他们面对的任何情况都加以理想化 他的气体是理想气体 他的导体是全导体 他的表面是光滑表面 他会把这称为直笛本质 工程师则恐怕会说这是无视事实 换句话说 数学家和工程师谁也离不开谁 当时的电器工程师能够处理波形 是正弦曲线的简单情况 但要想理解电话网络的种种行为 他们需要解决更复杂的新难题 为此 数学家提出了有关网络的各种定理 以数学的方式加以处理 数学家还应用排队论来处理通话拥挤问题 开发各种图和数来管理程式间的 电话干线和支线 并使用组合分析来化解电话中 复杂的概率论问题 接着 噪声问题出现了 噪声在一开始 比如对亚历山大 格雷厄姆 贝尔来说 看上去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 他就在那里 总是充斥在线路当中 这些爆裂声 嘶嘶声 嗶啪声 干扰和削弱了送入话筒的人生 无线电广播也深受其害 在最好的情况下 他隐藏幕后 不为人注意 而在最糟的情况下 密集的噪声 甚至使得用户浮响连篇 里面有噼啪声 鼓鼓声 急促声 刺耳声 口哨声 尖叫声 也有树叶稀疏 挖鸣蚌转 蒸汽丝丝 鸟翼扑腾 有的是电报线上的滴滴答答 有的是从别部电话传来的直言片语 还有的是小而间的奇怪声响 不像任何已知的声音 夜间更比白天热闹 而在午夜邮寄时分 由于无人知道的原因 噪声最甚 但现在 工程师可以从他们的试播器中看到噪声 看到他们干扰和削弱了原本规则的波形 于是 他们自然想要度量它 尽管度量这么神出鬼没的脑人之物 看上去有点不切实际 但其实 还是有方法度量的 并且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 已经阐明了这种方法 1905年 是爱因斯坦的神奇之年 他在这一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讨论的是布朗运动 悬浮威力在液体中的不规则运动 列文虎克 很早就用他的早期显微镜 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后来该现象 因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 布朗而得名 布朗在1827年 对此进行了细致研究 先是水中的花粉 然后是水中的煤灰和岩石粉末 布朗确信 这些威力并非活物 它们不是微生物 但它们就是不会老老实实地待着 爱因斯坦通过巧妙地运用数学知识 解释了这种现象 是分子热运动的结果 进而也证实了分子的存在 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威力 如花粉 它们持续被分子所撞击 又由于其质量足够小 它们就会表现出不规则运动 威力的扰动 从个体上看是不可预测的 从整体上看 则遵循统计力学的规律 因此 即便液体是平静的 系统处于热平衡状态 但只要液体温度高于绝对零度 这种不规则的运动就会出现 根据同样的思路 在任何电导体中 随机热骚动也会影响自由电子 从而导致噪声 但物理学家没有注意到 爱因斯坦的这项研究 在电学方面的意涵 直到1927年 贝尔实验室的两位瑞典人 才为电路中的热噪声 奠定了严格的数学基础 约翰 伯特兰 约翰逊 张碧 张森 最先夺量了电路中固有的噪声 他指出这些噪声 并非有电路设计的缺陷所致 接下来 哈里 奈奎斯特 哈利·奈克威斯 对此给出了解释 并推导出了计算理想网络中 电流和电压波动的公式 奈奎斯特的父亲是个农民间邪将 本来名叫拉尔斯 荣松 但由于他的邮件 常被投递到附近另一个同名者那里 所以便更改了姓氏 哈里十多岁时随家移民美国 后来就读于北达科特大学 并在耶鲁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 加入了贝尔电话实验室 在那里 他似乎总是喜欢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 而不仅仅只是关注电话本身 早在1918年 他就着手研究一种 通过电话线传输照片的方法 即所谓传真 Telephotography 他的设想是把照片正片 安放在旋转的远古上 并把它扫描下来 产生成与图像的明暗 成比例的电流 到了1924年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制作了一个工作原型 他能够在7分钟内 发送完毕一张宽5英寸 高7英寸的图片 不过与此同时 奈奎斯特也有将视线 投到一些老问题上 这一年 在费城举办的一次 电气工程师会议上 他做了一场题为 一种才是真相 当时的物理学家 如奈奎斯特 他们是把电流当作波形来处理 即便这些电流传递的是 离散的电报信号 这时电报线中的大部分电流 是被浪费掉了 在奈奎斯特看来 如果连续信号可以表示 像声音这般复杂的东西 那么像电报信号这样简单的东西 只是他的一种特殊情况罢了 具体来讲 是对他进行调服后的一种特殊情况 这时他仅有的 两个有意义的幅度 表示的就是通合段 通过把电报信号 当作具有波形的脉冲来处理 工程师就可以加快他们的传输速率 也可以把他们整合进一个电路上传递 甚至可以把他们与声音信道整合起来 奈奎斯特竟然想要知道 一个电路上究竟能容纳多少电报数据 他们又能以多快的速率传输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他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将连续波转换成离散的 或说是数字的数据 奈奎斯特的办法 就是按照一定间隔 对连续波进行采样 从而把它转换成可数的一个个片段 一个电路上承载的波有不同的频率 工程师称之为波的频带 频率的范围也就是频带的宽度 简称带宽 可以作为这个电路容量的度量指标 如果一条电话线可以传送 从400赫兹到3400赫兹的波 那么它的带宽就是3000赫兹 这个频带可以覆盖管弦乐团的大多数声音 但短低的高音部分会被截掉 奈奎斯特提出了一个公式 来计算信息Intelligence传输速率 他指出若要想以特定速率传输信息 那么信道需要特定的可多量的带宽 如果带宽过小 就必须降低信息传输速率 但后来人们发现 只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心的设计 即使信道只有很小的带宽 也可以发送复杂的讯息 比如只能用手敲出高低两个音符的鼓 1927年下 在意大利科莫湖叛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 奈奎斯特的同事拉尔夫 哈特利在报告中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进一步拓展 其中他使用的是information一词 这是次交流思想的绝好机会 为了纪念亚历山德罗 福特逝时一百周年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集集一堂 尼尔斯 波尔在会上做了有关新兴的量子理论的演讲 并首次提出了他的互补原理 哈特利提供给听众的 则不仅有一个基础定理 还有一套全新的概念 这个定理是对奈奎斯特公式的一种推广 并且他可以用文字表述 在任意给定时间内能够传输的最大信息量 与可用的频率范围成正比 他还没有使用带宽这一数语 哈特利还提出了一套概念和假设 他们随后将逐渐融入电气工程文化 特别是贝尔实验室的文化当中 首要的是信息概念本身 他需要明确这个飘忽不定的概念 他指出 在日常使用中 信息这个术语弹性太大 让我们首先考虑通信涉及的重要素 而不论它是通过电线 面对面说话 文字或别的什么途径实现的 通信需要借助物理符号 如字词 点核化等 根据通信双方的事先约定 这些符号传达了意义 到目前为止 这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接着另一个模糊的概念 如果哈特利想要做到 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 而用纯粹的物理量度量信息的话 他就需要一些明确的 可技术的东西 于是 他从计算物理符号的数目着手 而不管这些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每个传输过程都包含可数数目的符号 每个符号都意味着一次选择 它是从某个特定的可能符号集 例如一个字母表中选取的 可能符号的数目同样是可数的 尽管可能字词的数目并不那么容易计算 但即便是在日常语言中 每个字词仍旧意味着 从一个可能性集中进行选择 例如 在苹果是红的Apple's are red这句话中 第一个词排除了其他种类的水果 以及所有其他物体 第二个词将我们的注意力 引向了苹果的某些属性或状态 而第三个词则排除了其他可能的颜色 显然 每次选择中 可能符号的数目会随着所用的符号类型 具体的通信方 以及双方事先预定的详细程度的不同 而显著不同 哈特利承认 从心理的角度看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后续的符号可能会比先前的符号 传递更多的信息 比如是或否 当它出现在一场漫长讨论的末尾时 它可能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他的听众可以想出更多的例子 但这里的要点在于 要把心理因素从公式中排除出去 毕竟电报和电话说到底是毫无感情的机械 同一符号籍内的符号之间没有差别 讯息的信息量应该正比于符号数 多一倍符号数 就多一倍信息量 这一点在直觉上似乎不言而喻 但一个点或画携带的信息量 比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要少 比从一本还有一千个单词的词典中 选取的一个单词就更少了 也就是说 可能符号的数目越多 每次选择携带的信息量就越大 那么大多少呢 下面是哈特利的公式 其中H表示讯息的信息量 N表示被传输的符号数 S表示符号级的大小 在点画系统中 S只有2 一个汉字的权重 比摩尔斯电码的一个点 或画大得多 因而也更有价值 而在用不同符号 分别表示词典中 一千个单词的系统中 S就是一千 伯多马表 不过 单个字符的信息量 与字符集的大小并不成正比 而是成对数关系 要想使单个字符的信息量翻一翻 就需要使字符集增至 原先大小的平方 哈特利以电传打字电报机为例 阐明了这一点 这个设备把新旧技术 结合到了一起 通过一个钢琴式的键盘 来发送电报 键盘布局则采用了 法国人埃米尔 伯多·Emil Baudet设计的编码 操作员根据要发送的字符 按下相应的键 设备会将这些键的按压 一为电报触点的通断 伯多马使用5个单位 来表示一个字符 所以其可能字符的数目为25 也就是32 从单个字符的信息量来说 每个这种字符的价值 是其基础的二元单位的5倍 而不是32倍 电话以波浪起伏的模拟波 在网络中传输人的声音 那么它当中包含的符号在哪里呢 这些符号又该如何计数 对此 哈特利延续了奈奎斯特的观点 认为连续曲线应该被看作 一连串离散的步骤 逼近得到的极限 而这些步骤反过来 可以通过对波形进行间隔采样 而还原出来 采用这样的办法 电话就可以同电报一样 适用相同的数学分析 哈特利进而通过一项 粗略但令人信服地分析证明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 讯息的信息量都取决于两个因素 传输所能用的时间 以及信道的带宽 同样的分析 也适用于留声机唱片和电影 奈奎斯特和哈特利 这几篇有点奇怪的论文 在当时并未立即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他们也很难被那些 富有声望的数学或物理学期刊所接受 所幸贝尔实验室 自己有份贝尔系统技术期刊 克劳德 香农读到了这些论文 并吸收了其中的数学洞见 尽管他们还显粗略 但这仍是朝向一个隐隐约约的目标 所盘山迈出的第一步 香农还注意到了 他们两人在界定术语时所遭遇的困难 这里的信息传输速率指的是 在给定时场内所能够传输的字符数 这些字符可以代表不同的字母 数字等 但字符 字母 数字 这些都很难进行技术 还有一些概念 尚未有相应的术语 如一个系统传输特定符号序列的容量 当时的通信工程师所谈论的 不仅是电线 还有空气 以太 甚至达孔纸袋 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文字 还有声音和影像 他们正式图用符号来表示整个世界 将万物化身为电 而香农感觉到了一丝 将这一切统一起来的希望